我們來看到COIN針線 首先我們在線上的 第一通電話是台北的曹先生 曹先生您好 曹先生您好 已經在線上了 請說 我年輕人我沒打到疫苗 我覺得很慢 他說錯很慢 我們年輕人都還沒打到疫苗 我覺得錯太久不好 我說錯太久的時候疫情會爆發 好 沒問題 確實現在疫苗的確不夠 大家很擔心 希望政府能夠聽到大家的心聲 好 感謝你 接下來我們再來接通 我是台中的李小姐 李小姐你好 你好 你好 長小姐你好 我姓李住台中 我跟你說 這個疫苗真的太過分了 他前四天前 傳那個簡訊來說 叫我去預約平台 可以打疫苗了 結果我打1922去問他 跟我講說叫我一個小時 播打一個小時上去一次平台 結果根本全部都額滿 沒有辦法打 OK 所以已經是通知你可以來預約 但是你根本沒有辦法預約上 然後他這一次會叫我們打高端 我早在兩個多禮拜前 大概三個禮拜 那時候在中天我就有留言 我大概就知道最後 他就是要叫我們打高端 我說人民就是白老鼠 好的 感謝你的意見 那我們也希望趕緊有更多的疫苗 能夠進來 感謝你的支持 謝謝你 謝謝 接下來再來接通是台北的許小姐 許小姐你好 在線上了請說 是我嗎 對 是 請說 我有兩點要講 第一點就是跟上一段的Call in 節目有個小姐講的一樣 昨天我斗內了就是一個晚上 斗內不進去 OK 不過我是用那個YT斗內 那可能是因為有些關鍵制法 例如可能我講了有 可能有總統的名字 有228之類的 他就一直不讓我斗內 這個是提醒你們一下 好 謝謝 那我們也會持續的反應 那也感謝你的支持 你的斗內 好 謝謝許小姐 接下來我們在接通的是 新竹的何先生 何先生你好 好 謝謝 首先我先感謝我們中間 替我們人民發生 還有我們疫苗真的是不夠 是 像現在我是同事旅遊業的 到現在連第一劑都還沒打到 感覺何先生你也還沒有打到疫苗 對啊 我50多歲了 我也不算年輕 連第一劑連看都沒看到 不要說打 所以希望政府能快一點 好 謝謝何先生 謝謝你 謝謝你們 謝謝 謝謝你的意見 也感謝你的支持